香醋和橙醋的区别有哪些 哪些人不宜吃醋 很多人都吃错了 香醋和橙醋至少有五个区别 很多人都吃错了 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 醋要尽量少吃 橙醋的制作原料是以高粱 麾皮 骨糠和水为原料 而香醋则以糯米 麾皮和水为原料 在制作工艺上 香醋比较简单 发酵时间短 而橙醋工艺复杂 需要较长时间的发酵和橙化 咱们吃的五年橙醋 八年橙醋的味道是有区别的 因为制作工艺不同 橙醋的颜色显得更深 而香醋就比较浅色 或者呈现淡黄色 味道上也会有所不同 橙醋的酿造时间长 更加浓郁 有淡淡的酸味和香味 但香醋就显得清淡 略带有甜味 由于制作工序不同 所以同样是醋 在食用上当然也有所区别 如果做鱼肉这类的食材时 加点橙醋能够增加菜的酸味和香味 而香醋一般不用于烧鱼肉之类的 主要用于凉拌菜和炒蔬菜时使用 能增加醋的甜味和香味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两者的区别 包括我在内 以前都不注意 随便买来就用 很难吃出效果来 醋对于健康有很多的好处 既能开胃增加食欲 还能够保护血管 醋中含有维生素等对皮肤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但有些人不宜多吃醋 因为醋是酸性 吃多了会造成胃酸过多 对于有胃溃疡 胃酸过多的人不建议吃醋 当然 对于醋酸过敏的人 牙齿敏感的人 吃醋也需要注意 少吃或者不吃 服用碱性药物的人 比如吃碳酸氢纳片 氢氧化铝片 硫糖铝片等 吃醋会中和 吃药物的碱性 导致药物的效果降低 有人认为 尿酸高需要吃碱性的食物 醋虽然属于酸性食物 但醋并不含有飘零成分 吃醋对尿酸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可以适当吃醋 不会造成痛风的发作